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段经文的当中有一个很特别的人物 他的名字叫做比萨烈 我们知道比萨烈在圣经上 他形容这个比萨烈是很有恩赐的一个人 他不但会做金银铜的制造 他也会做相堪的制造 凡事连不批也难不倒他 他有这样的一种恩赐 他起来帮助摩西在他的建造会幕的侍奉上面 我们看见比萨烈 他在今天的这个世代 我想是人人会去争取他 成为他的同工 或者是成为他的一个资源 可是我们看到了比萨烈 他的成长在神的面前 实在是一个蒙福的人 我们一同来看看 比萨烈他为什么会成功 《出埃及记》第35章第30节 摩西对以色列人说 犹大支派中 护尔的孙子 乌立的儿子比萨烈 我们看到了他的家庭背景 我们知道护尔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人 他的有名是因为摩西上山上 当他们与敌人争战的时候 摩西说我什么时候举手 我们就什么时候打胜仗 可是人终究是有限的 所以他的手慢慢慢慢地就低沉 可是看到前线就吃了败仗 这时候有一个叫做护尔的 随时在他的边上 他举起他的手 他拿了一个石头让摩西坐了下来 然后他用手托住摩西 我们看见这个护尔 他是爱神的 他是愿意遵守神的话语 所以我们看见护尔在他的家庭里面 他传成一件事情 我家是信靠耶稣的 我家是侍奉耶和华的 在约书亚记里面 我们看见了约书亚 他说和的那边的神 你们认为好那么你们去吧 但是 自于我和我家 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今天如果我们每一个家庭 每一个基督徒 能够信仰的传承 告诉你的孩子 你的孩子去告诉你的孙子 我们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自于我和我家 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这是比萨列 他能够成功的一大主因 是因为上一代 上上一代 他们传承下来 我们要信靠耶和华 你看提摩泰 保罗说 提摩泰 你能够成功 是因为你没有忘记圣经 而圣经是谁给他的呢 是他的外祖母 尤尼基 我们看见了 他们传承一件事情 我们家是必定要读圣经 今天不单单是读经 我们需要祷告 我们需要侍奉 我们就必须传承 信仰当中 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呢 也在三十五章的第三十节 后半段 乌利的儿子比萨列 耶和华已经提他的名 招他 神在这个时候 他亲自的来呼召 来拣选比萨列 起来侍奉神 我们知道盖会墓 不是那么简单的 因为神有要求 转角 墓葬 各样的方式 都需要有一些特别的人物来 所以神把比萨列 加给了摩西 来帮助他 来辅佐他 神的呼召 在比萨列的身上 提名他 让他成为 神所重用的一个工人 今天你我 在神的面前 我们不可忽略这件事情 有的人说我要侍奉神 所以凭着一时的冲动 一股脑 他就开始去侍奉了 可是越侍奉就越觉得好像干苦 越侍奉就越觉得越难 求主 让我们认清楚 我们需要去检讨 为什么 我们会落到这样的一种情况 比萨列 他能够成功 是因为不是靠他自己 圣经上告诉我们 不是依靠势力 不是依靠才能 乃是依靠万军耶和华的灵 方能成事 所以比萨列 他晓得神的呼召在他的身上 有一个重大的使命 要他去传递 要他去见证 当这个使命 这个传递在他的身上 也许他碰到了困难 也许他碰到一些挫折 可是他知道神的使命 当神呼召 拣选他的时候 一定告诉他说 我会与你同在 我会帮助你 我会赐给你当说的口才 等等的事项 让我们看见了比萨列 他勇敢地 扛付起 这样的一个艰巨的任务 比萨列他明白 神与他同在 神亲自拣选了他 让他一同工作 那第三件事情呢 也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第三十一节 又以神的灵充满了他 使他有智慧 聪明知识 能做各样的工 能想出巧工 用金银铜制造各物 然后又能怎样 又能怎样 因为神的灵充满了他 今天我们思想到圣灵 我们从字意上去看 我们会觉得 圣灵不过只是两个字 圣灵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 可是圣灵是神 要赐给人 圣灵是神 他是与神是三位一体的 我们看见圣灵 他来到我们的当中 让我们想起神所说的 神所做的许许多多的事项 更重要的 圣灵会给我们智慧 圣灵会给我们技巧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了圣灵 让圣灵能够充满在 我们的心灵里面 在《使徒行传》说 圣灵充满我们 让我们得着能力 我们就能从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 撒玛利亚 直到地极 有能力来做见证 什么叫做做见证 就是领人归主 做见证就是把荣耀归给神 我们看见了比萨烈 他能够成功 是因为神的灵充满了他 今天你我在这个社会 在这个世界 我们真的离不开圣灵 我们今天我们需要圣灵 在我们的心中 来帮助我们 这是我们看见 比萨烈能够成功 是因为神是这样的来祝福他 当比萨烈也知道 神的灵充满了他 可是还缺一件事情 比萨烈需要知道 我需要来回应神 他怎么回应神 在三十六章第二节说 凡耶和华吃他心里 有智慧 而且受感前来做这功的 摩西把他们和比萨烈 并亚和利亚伯一同招来 我们看见了 摩西把这群同工 招聚来了 设想 比萨烈如果说 我比你们强 那么这个团队 就没有办法做成什么事情 可是比萨烈 愿意与这群同工 一起合作 愿意一起在神的面前 去经历神与他们同在 所以在第一节的后半段说 他们各样使用之功 都要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去做工 照耶和华所吩咐的 你看看 当挪亚方舟完成 是谁指定的 是神 神告他 多高 多宽 多长 对挪亚来说 那个事态 根本不知道一艘船到底是什么 是什么用处 可是神要他这么做 他就照着神的吩咐去做 今天我们看见了 摩西也是照主的功去做 我们看到了先知也是如此 我们在看见新约 保罗他也是照着神吩咐的 照着神所命令的 他去做 照神的吩咐 这是比萨烈成功的 另外一个因素 今天我们再从头试想一下 比萨烈有信仰的传承 比萨烈有神的呼召 比萨烈也有神把灵赐给了他 这三样东西是从神那边来的 可是加上他自己愿意顺服神 照着神所吩咐他的去做 感谢神 比萨烈今天成为摩西的一个非常好的帮手 今天神也在找寻 比萨烈他到底在哪里 你说在你的教会 需不需要一个比萨烈呢 在你的家庭里面需不需要一个比萨烈呢 求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 按着神所赐的恩 我们百般的来侍奉神 愿神亲自的来祝福保守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